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扮演了一个杀人魔 戴着面具 拿着斧子疯狂的杀人 而最为恐怖的是 凡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全都失踪了 而拉德福德也因为这部电影而出现了精神异常 此时医生将拉德福德带到了诊室 希望让他观看自己主演的电影 希望通过这种刺激模式能够对拉德福德的病情有所帮助 听说医生要采取这个模式 拉德福德当时就非常的抗拒 但医生还是用了强制的手段将他控制在了诊室 在他面前播放起了那部很邪门的电影 在他观看的时候 所有人都离开了房间 看着看着 拉德福德突然惊恐的呼叫起来 听到这一切的医生赶紧打开了门 结果发现拉德福德已经消失了 地上只剩下一滩鲜血 而且还被汇成了某种神秘的符号 进来的医生一下子便被惊呆了 就在他转身的时候 一个恐怖的人出现在他面前 医生惊呼一声便死去了 此时的医院里更是发生了大屠杀 走廊上 房间里到处都是鲜血 但是就是看不到一个人的尸体 一个惊慌失措的医生大声呼喊着 急匆匆的跑出了医院 镜头一转 已经是五年之后了 在一个电影院门口 一个美女正在挂电影海报 电影院准备重新放映 拉德福德拍摄的那部恐怖片 布里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 这天晚上他和两个其他同事 负责电影的放映工作 就在几个人在前台无聊的聊天的时候 一个大块头骑着哈雷摩托 带着一个女孩来到了电影院 大块头的素质似乎有点低 他不仅调戏布里 还毫无顾忌地吃起了电影院的爆米花 看着流氓一样的大块头 几个人也是摇头表示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布里的弟弟也来到了电影院 他也要看这部恐怖片 但布里的男同事礼貌地拒绝了他 但弟弟不死心开始各种纠缠 没办法将同事布里叫了过来 一番教育之后 弟弟只好无奈地离开了电影院 正在这时布里的男友乔石赶了过来 为了陪乔石看电影 布里将手头的工作交给了同事 和男友一起进了电影院 同时他们的好朋友 马里奥 萨曼莎和苏莉 也相约来此观看 几个人相见圣欢一起打闹了起来 在电影院 外面一个人也在仔细地观看这电影海报 他便是贝隆斯警长 也是拉德福德的追踪者 上次拉德福德在精神病院神秘地消失之后 他就没有放弃寻找 看到张贴的电影海报 他深信拉德福德绝对会出现在电影院 他购买了电影票 并将拉德福德的照片给前台的接待观看 两个人都表示不认识这个老头 几个人入场之后 电影终于开始了 这是一场40多年前的黑白电影 电影一开始 是一个眼镜哥带着三个美女 在路上谈笑风生 突然汽车遭遇了爆胎事故 眼镜哥只好去附近求助 一个好心的围裙大妈打开门接待了他 并给他倒了一杯茶 但其实这是一种假象 真正的目的是围裙大妈要稳住眼镜哥 在围裙大妈家中隐藏着一个残忍的杀人魔 也就是他的儿子 在眼镜哥享受招待的时候 围裙大妈的儿子正在计划如何将眼镜哥杀掉 而此时眼镜哥还茫然不知 就在眼镜哥想要走一走参考的时候 带着面具的杀人魔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眼镜哥瞬间被杀死了 尸体被脱了一个密室之中 看电影的几个人也被这个情节吓了一大跳 此时在前台 部里的男同事正在对女同事大显殷勤 但女孩似乎不为所动 更指挥男同事去地下室更换饮料桶 就在男同事来到地下室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男同事在地下室干活的画面 并投射到了电影屏幕上 而同时电影里面的杀人魔 也实实在在的出现在了地下室 在众目睽睽之下 男同事被残忍的杀害了 男同事被杀掉之后 电影再次切换到原来的状态 只是这次被拖进密室的角色 竟然换成了男同事 电影院的几个人看得非常惊恐 此时好友苏丽因为吃错了东西 而不停地放屁 让其他几个人都非常的尴尬 苏丽也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便起身要去上厕所 结果她也被杀人魔给盯上了 此时的电影画面又切换到了苏丽的画面 好像只要这个杀人魔要从电影下来杀人 电影的界面就会切换到被杀人的现实状态 几个人还是傻傻地看着电影 屏幕上的苏丽忽然转过头来 似乎她发现了杀人魔 苏丽已经被困在了卫生间里面 而布里也认为电影上的那个人就是苏丽 但他们却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还以为这只是个恶作剧而已 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苏丽也被杀人魔给杀死了 几个人看到这一幕还哈哈大笑起来 结果屏幕直接切到了电影院的前台位置 布里的女同事正在转头忙活着 杀人魔又上去将她给杀死 这时候看电影的几个人才觉得事情有蹊跷 赶紧都站了起来 大家赶紧跑到了电影院的前台 结果发现女前台已经找不到了 贝斯鲁警长在地上还发现了一滩血迹 他知道肯定出了意外 赶紧打电话求助 而此时其他几个人还在胡乱猜测 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 布里的朋友甚至还和骑摸托的大块头发生争执 挂掉电话的贝隆斯警长赶紧走了过来 他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危险 必须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一行人这才紧张了起来 就在大家想办法逃离的时候 弟弟居然也出现在了剧场中 他是偷偷摸摸进来看电影的 没办法布里只好带他赶紧逃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电影院所有的出口都被人锁得死死的 任几个人用力的锤打也没有丝毫作用 同时每个人的手机也都失去了信号 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大家的心情立马恐慌了起来 这时候屏幕上的电影依旧播放着 因为眼镜哥一去不复返 等待中的一个女孩眼镜妹找到了围裙大妈家中 围裙大妈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接待了她 她让这个眼镜妹在家中住下 先好好休息休息 被眼前假象蒙蔽的眼镜妹彻底失去了警觉 她不仅住了下来 还轻轻松松的洗了个澡 可就在她洗完澡对着镜子自我欣赏的时候 带着面具的杀人魔来到了她的身后 一声惨叫 眼镜妹便失去了知觉 这个情节又把大家吓得够呛 就在贝隆斯警长和几个人商量对策的时候 杀人魔突然出现在了他们几个人的眼前 她又从电影中跳了出来 贝隆斯警长赶紧开枪射击 但没有一点作用 无法伤害到这个杀人魔 几个人赶紧来到大门口 希望用子弹击碎玻璃 但奇怪的是子弹对玻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所有的子弹都被弹了回来 玻璃纹死不动 荧幕上因为眼镜妹去找眼镜哥没有回来 又一个女孩黑妹去了围裙大妈家 但她却被围裙大妈直接打昏在地 接着杀人魔又将黑妹拖进了密室中 电影中刚杀完人 杀人魔立马又来到了电影院中 几个人被逼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面 此时玛丽奥看到情景有些不对劲 便一个人撇下他人逃跑了 贝隆斯警长也在此时豁了出去 他拿起手枪再次涉及杀人魔 可惜被杀人魔一下子重重的刺到腹部 接着萨曼莎也被杀人魔给杀掉了 此时在电影屏幕上 围裙大妈正带着欣喜的笑容赞扬着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那个杀人魔 似乎看到他儿子杀了这么多人后 他感到非常的骄傲 电影院里逃跑的玛丽奥被大块头一拳击倒在地 虽然大块头看着非常的粗鲁 但他也是有底线的人 他非常鄙视把伙伴抛弃的人 所以就狠狠地揍了刚才逃跑的玛丽奥 终于接到贝隆斯警长求助电话后的警察来到了电影院门口 几个人兴奋地来到大门又喊又叫 但门外的警察却无动于衷 只是举着手电筒观察着电影院 因为在这个警察的眼中 他看不到里面呼救的人 他们双方似乎不在一个空间 不在一个时间 这个时候几个人冷静了下来 布里认为所有的怪事都出现在了放映机上 如果能够将放映机关闭掉 所有的一切都会结束 但到了放映室门口 大家才发现这个门也被锁得死死的 谁也进不去 就在这个沮丧的时候 布里想到了自己的弟弟 他让弟弟通过电影院的通风管道 爬进放映室里 但他们的意图很快就被杀人魔知道了 杀人魔切断了所有的电源 并意图杀害弟弟 但机智的小孩子还是进入到了放映室 并从里面打开了门 就在杀人魔要对弟弟下手的时候 大块头猛地将门撞开 大家闯了进来 及时救下了小孩 在混战中大家还是及时的推倒了放映机 电影终于停止了放映 大块头更是将电影的交卷扯了出来 但一切还没有结束 杀人魔用超能力再次恢复了电影的放映 看到这一切的几个人 也赶紧逃出了放映室 幸亏这个杀人魔的腿脚有点毛病 大家才有一定的时间躲藏了起来 但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 躲藏只是拖延被找到的时间而已 果不其然 很快杀人魔便找到了他们藏身的地方 并首先干掉了大块头 而此时在电影里面 最后一个等待的金发妹 眼看自己的同伴都没有回来 并也朝着围军大妈居住的房子走了过来 金发妹遭到了同样的灾难 看着屏幕上的一切 部里的男友乔石有了自己的想法 她认为这个杀人魔是通过感应来杀人的 只要你心里充满了恐惧 她就会来到你身边将你杀死 正说这个时候 电影的画面突然转换为大块头的女朋友 她此时在另外一个地方躲避着 满脸都是惊慌失措的表情 果真杀人魔很快便找到了她 并将她残忍的杀死 几个人也赶紧逃跑 但抛弃女朋友的马里奥 还是被杀人魔撞上了 杀人魔用高压垫垫死了她 现在电影院里只剩下三个活人了 布里和她的男友乔石 以及她弟弟 乔石让布里带着她的弟弟赶紧逃跑 她留下来与杀人魔做最后的搏斗 可是杀人魔实在是太强悍了 乔石没交手几下 也被杀人魔给杀死了 布里也意识到了和杀人魔正面相对 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他认为打败杀人魔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让恐惧占据自己的内心 但在这种情况下 做到不恐惧基本上是不可能 但布里也有自己的手段 他让弟弟和他一起坐在地上冥想 此时的电影屏幕上 也转为他们两个的画面 原来布里的母亲早逝 他和弟弟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家暴 为了躲避父亲的毒打 姐弟两人想出了一套应对的方法 使自己的内心的恐惧逐渐的消失 此时的杀人魔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 但因为没有感觉到恐惧的气息 杀人魔也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但在最后一刻 杀人魔将恐惧的面具送到了布里的眼前 布里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本来就转身要离开的杀人魔 立马感应到了这一切 布里和弟弟被杀人魔带进了电影里面 在围裙大妈家里 杀人魔对布里展开了非人的折磨 但布里却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瞅准机会 在杀人魔的脖子上狠狠刺了一刀 同时他还发现自己的伙伴们 都被控制了起来 他们告诉他在电影结束之前 没有跑出去的话 他就将永远被囚禁在电影里了 布里带领着弟弟赶紧逃跑 但是到门口的时候 被围裙大妈一下子扑倒在地上 眼看布里就要被围裙大妈给活活的饿死 弟弟从后面勇敢的冲了上来 他一下子就打倒了围裙大妈 回过头来的杀人魔也苏醒过来 他从屋里冲出来追赶着姐弟俩 此时的电影已经接近了尾声 在最后结束一刻 布里将弟弟从屏幕中扔了出来 他的弟弟得救了 大批警察赶到了电影院 但他们对布里弟弟说的一切 根本不相信 电影胶片也被封存了起来 也许有一天 他还会被再次拿出来放映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的思路非常的清奇 将虚幻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相互交错 更将死亡的威胁摆在受害者的面前 在封闭的空间中 让人感觉到窒息 无处可逃 好了 我是布希腔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